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後面 我是講故事的Ben 說到四年一次出現的東西 除了潤年、獸杯杯、奧運 當然也少不了今年冬季 在卡達登場的士族 這次世界盃的看點 除了是第一次在冬季舉辦之外 更是世界級球星梅西和芬蘿 喔C羅拉的Let's Dance 被外媒譽為諸神的黃昏 比賽的各種暴人結局 也都讓你我的荷包 敗在不少前在運展上吧 熱度不在話下 而士族除了是足球選手 展現技巧的舞台之外 更是行銷與包裝文化 非常重要的一個場合 就讓我們一起來回顧 近年來士族主題曲 以及各種文化與足球風格 融合的多樣面貌吧 走到士族的國歌 許多的腦海裡就算不知道名字 也都會浮現 之所以有著生命之輩的 La Coba della Vida 這首歌就是 夠了夠了夠了 好累好累好累 其實士族期間我的運動就只有 走下龍買彩券這樣而已 真的好像是表達士族就是一群很需要運動的人 看一群每天都在運動的人的心聲 蛤? 作為1998年士族的主題曲 雖然年代已經久遠 但在數位音樂尚未普遷年代 能夠在不少國家霸榜掀起轟動 並成為演唱者Ricky Martin最成功歌曲之一 至今在人們心目中仍然是作為士族經典不敗單曲 2002年也是最多身邊的人開始感受到士族魅力的一年 首次有雙主辦國並且首次與亞洲舉辦 地主國南韓也在這次比賽拿下了對史上最好的成績 雖然也引起不少爭議就是啊 跟你說是有非常多第一次突破性的一屆比賽 這次的音樂也充滿了熟悉的亞洲元素與電音融合 想不到吧 當我放出之後 跟你是不是以為你的老闆要在尾牙聚餐當中登場 或是你要上台領年終獎金了呢 如果讓你想到學生時候運動會進場的回憶 那也非常合理啦 沒想到這首歌竟然是來自於2002年的世界盃足球賽 會有這樣的誤會可能是因為當年的世界盃 這首歌取代國際組總公平競賽局的地位 成為了球員入場的歌曲 這首歌是士族少數沒有歌詞的主題曲 雖然因為沒有文字可能削減他傳唱的程度 但是他卻被大量用在各種運動賽事當中的 運動員進場的前奏音樂 後來甚至在不是運動賽事的場合 居然都可以聽到他的聲音 根本變成各種長官進場的BGM 所以稱他為最強背景音樂完全無誤 時間來到2010年這年兩首曲子都能讓人 非常容易想到當年的士族 其中這首不是官方甚至只是可口可樂的士族宣傳曲 原本只是為了索瑪莉亞可望自由的人民而寫的一首歌 歌詞的 They will call me freedom just like a waving flag 就像是人們說 人們看我就像是旗幟飄洋般自由自在 然而在隔年海地發生大地震之後 這首歌被重新製作 並且邀請了小賈斯汀、艾薇爾等知名歌手 所以全部播給了震災的慈善團體作為救濟用途 雖然不是氏族的正式主題曲 卻成為了美麗的舞會 那這年的主題曲到底是誰唱的提到世界盃 就不能不提到有著有史以來 最好的拉丁藝術家之稱的夏吉拉 有五個金氏紀錄 更是全球多數地區銷量最高的拉丁女歌手 夏吉拉作為一名女性拉丁音樂天華版 在世界盃撐上的一個頂級舞台 歌手能夠被受邀前往表演一次 就已經是倍感榮幸的事情 但是夏吉拉分別在2006、2010 以及2014的世界盃開幕及閉幕 總共三年度演出 特別是在2010年世界盃作為主題曲的 This time for Africa 又稱Wakuwaku L2不對是Wakawaka Wakawaka其實是 施瓦西里與慈惠火焰及閃耀的意思 截至目前為止 這首歌已經創下33億的點閱率 可以說是氏族主題曲之最 而作為一首成功的氏族主題曲 勢必得要在各國文化 與當地特色之間取得平衡 與帶有濃厚南非色彩的 鮮魔樂團合作 這個團體的特色就是使用大量的南非藍調 爵士樂以及非洲民間音樂 是個獲得到廣大迴響的成功案例 歌詞當中並不深色難懂 反而使用淺顯易懂的手法 描述球員面對壓力的時候 戰戰兢兢全神關注的樣子 並且作為非洲第一次舉辦氏族歌詞當中的 This time for Africa 更別具意義 有較多低度開發國家的非洲 這次終於有機會舉辦氏族這張大型 並且吸引全世界注意力的活動 Your time to shine 這句不只獻給每一個球員 更獻給這個在國際舞台 鮮少有機會展現 卻在運動場合輸出不少 傑出非裔運動員的家鄉 非洲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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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E YOU 2014年夏其拉同樣為氏族獻唱 由於上一期的歌曲太成功了 這次的歌曲雖然不是官方指定 但是仍然被受觀眾的喜愛 甚至有人誤以為夏其拉就是為氏族而唱歌的歌手 這屆的主辦國是位於南美洲的巴西 同樣為夏其拉 肯定是能夠為深巴喎的拉丁文化表現的淋漓盡臓 Feel How the Planets Become One 不就是在說明世主使全世界各地零時差 也要守在電視機前應援喜歡國家的盛況嗎 巴西著名音樂家卡利尼奧斯·布朗加入到該曲的演奏 跟著球隊一起宣誓巴西作為地主國 以及足球強國的奪冠決心 而夏家本人也表示這首歌的創作靈感 其中一部分來自於他與西班牙球員皮奎約會得到靈感 其實事過境遷 兩人目前已經分到揚鑣各自安好 但夏家過程中的靈光乍現也讓這首歌成為全球隊足球的共同記憶 這首歌曲的MV也有不少重磅級的球星出演 其中不乏梅西以及內瑪爾等知名球星 在當時發布不到兩個月就立刻獲得到2億的點閱率 而當年官方主題曲當然也逃不過被跟這首歌放在一起比較的命運 作為正宗主題曲的Oleola請到嘻哈鬥牛梗與真寧佛羅培茲 不過當時這首歌卻被批評主辦國巴西的森巴元素不夠 並且歌詞裡也沒有太多代表巴西的葡萄牙文 因此雖然是唯一官方指定曲熱度很遺憾的不如下其他的LaLaLa 嗯?你剛說這位村莊? 我想如果可以重來的話 珍妮佛羅培茲除了拯救村莊以外 也會想要讓這首氏族主題曲更適合巴西一點吧 2018年的氏族就沒有這樣的問題 唯一一首主題曲《Live It Out》 其中參與製作的人就包括那個在奧斯卡的男人 威爾史密斯 即便這首歌已經沒有競爭對手 但他仍被評價為對於在俄羅斯舉辦氏族 靈寂一點的一首歌 甚至有旋律笨咒歌詞與旋律根本不搭的批評 並且被英國倫敦的Shotless雜誌評為 氏族第九爛的主題曲 還有人希望下期來再發一首單曲 取代他主題曲的地位 俄羅斯雖然是上一次氏族的主辦國 但是在這一季的氏族已經完全消失了 唯一登場的只有上一屆氏族的吉祥物 由於戰爭關係國際足球總會 FIFA與歐洲足球總會禁止的俄羅斯選手參加比賽 甚至更進一步的霸戲宣布 拒絕與俄羅斯交手的波蘭 直接晉級歐洲區的資格賽 波蘭的選手也非常爭氣了 一路就當闖進了32強 出現在你我的電視機或是... 欸...運材上面 今年的開幕式也是有非常多悉情的地方 如果你從開幕式就開始鎖定氏族的話 一定會注意到一個世界級的巨星前往卡達開場 也是第一個在氏族舞台上登場的韓國人 BTS Mane 救國 這次的演出讓救國成為第一個在氏族舞台表演的南韓藝人 跟他一起合唱的這位是卡達歌手庫白希 從救國出生那年就出道的他可以說是大大大前輩 衍生兼模特兒和人權運動家 這種新奇的組合由世界級流量密碼 BTS配上了卡達國內的鞋槓歌手 把開幕典禮帶向高潮 這次有自己操刀作詞作曲的 救國唱出了一項很符合BTS擅長鼓舞人心的曲風 這也是BTS宣布成員將集中solo之後 救國推出的單曲之一 當然一向是團寵的他要自己登上舞台 團隊的其他兄長也都是守在電視機前 跟粉絲一樣期待獨斷一滅的老妖 We make it happen because we believe it 就足夠跟每個在場上拼命的球員的信念致敬 這首歌對每個懷抱奪冠夢想的球迷 球員甚至整個球隊 任何作為dreamers的人 都是充滿力量的存在 四年一次的氏族不只團結人們的心 也讓全球用不同的形式參與為之瘋狂 不管是爆冷讓你運彩大壯 或是獲得到換電視的機會 四年一次的盛宴都讓人值得跟著一起 狂樂一次 好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 喜歡的話也別忘記按讚分享 也可以每個月15塊加入的會員 或超級感謝之叔 就這樣下部影片見 掰